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有关接地和防雷系统的设计 这是电气设计入门讲座第六讲 这是今天讲课的Genda 首先我会对接地、接铃和防雷系统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然后我们会讲一讲在接地、接铃和防雷系统设计中 我们要遵循的规范和标准 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Grounding、Bunding和Lightning系统里面牵扯到哪些设备和它的各种部件 然后我们着重讲一讲Grounding、Bunding、Lightning System Design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Grounding System的Testing 大家知道Grounding、Bunding和Lightning System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直接牵扯到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免遭损失的 因为如果没有接地、接铃系统 那会随时造成人触电的这种安全问题 同时接地和接铃 它有的时候也是接地系统工作的一种正常的需要 如果没有防律系统或者是人或者是建筑物被雷击 会损害整个建筑物 会造成人身伤亡 所以对一个建筑物来说 对一个项目来说 那么我们一定要按照规范的要求来设计Grounding、Bunding和Lightning System 那这个接地系统大概分这么三类 一类就是说不接地系统 Ungrounded System 这个通常是高压系统采用的比较多 那还一类呢 是带阻抗接地 这个在中压系统里 工业领域用的比较多一些 还一类就是直接接地系统 就是Solidly Grounded System 这个通常在低压系统用的比较多 那还有一些特殊系统的接地系统 比如说这个通信系统的接地系统 还有这种隔离接地系统 Isolated Grounding System 这些通常是给一些电子设备 比如说控制系统 仪表 还有像一些医疗设备 像MRI啊 或者是这种音响系统啊 AV系统啊 他们通常需要Isolated Grounding System 因为他们主要是怕一些干扰和噪声 那再有就是这种防雷系统 防雷系统呢 它在美国、加拿大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们会详细的阐述一下 对这个中压和高压系统 我们就说中压系统吧 它通常要做这个Grounding Study 那这个Grounding System安装完以后呢 我们要做测验 尤其是对中压系统 看它符不符合安全要求 还有呢 像对于一些低压系统 如果它的电流、电压超过一定的范围 我们在基点保护中呢 要考虑接地保护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来谈一谈 有关接地、接铃和防雷系统 都有哪些规范和标准 我们必须遵循 我们还是先来谈一谈这些制定规范标准的一些机构 那在加拿大呢 主要是CSA 加拿大国家标准委员会 这里边牵扯到两个标准 一个是加拿大国家电气规范和加拿大房类标准 那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国家标准委员会 它有一个有关通讯系统接地这样一个标准 那美国的防火委员会呢 它有几个标准 一个标准就是美国的国家电气规范 NLP70 还有一个美国的房类标准 是NLP780 再有呢 有两个HWEE的相关的标准 一个标准就是HWEE142 这是接地的一个参考标准 再有一个就是HWEE80 这是有关户外变登站的一个标准 那这些标准呢 它主要就是低压中压系统的这种接地和接铃 还有一个针对一些特殊系统 比如说通讯系统和这种 Electronic系统的一些接地 它的一些标准和要求 再有就是防雷的标准 这是加拿大的两个标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那这是美国的几个标准 我们也都说过了 其中这个HWEE142和HWEE80 还有NC607这三个标准 在加拿大也是采用的 那这个美国的国家电器规范和NLP780 美国的防类规范呢 是在美国采用的标准和规范 那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Grounding, Bounding, Lighting System里边的一些设备和它的部件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接地系统 这个接地系统里边有接地极啊 有这个接地的这些导线啊 那比如说在Electrical Room 或者是Telecommunication Room里边 有这种接地的Busk Bar 那有些高压系统 中压系统 它还用那种Grounding Mat 来增加这个接地的效果 降低接地的电阻 那在中压系统里边 这个中性点 就是Neutral 它要通过一个阻抗来接地 还有这个接地保护的一些装置 Bounding System主要是Bounding Conductor Bounding Busk Bar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那防雷系统呢 主要有这种B雷针 在这我们叫Air Terminal 还有这种B雷带 就是B雷带这种导线 它是Intercepting Conductor 那还有引下线 Down Conductor 还有一些互相连接的这种导线 那还有防雷系统的接地 还有一些其他的配件 在北美所有的接地系统 和防雷系统 它在禁线这个地方 它是接在一起的 不管你是防雷系统也好 你是一般的接地系统也好 你是这种Isolated Grounding System 或者是Telecommunication Grounding System 这些都要在South这个地方 要接在一起的 那下面我们就讲一下 Grounding Bonding和Lightning System的设计 首先呢 我们说一说这个接地系统设计 在设计之前 我们需要搜集哪些信息 设计的这个依据是什么 那如果这个项目有中压系统 尤其是在工业领域 我们要跟业主来谈 看他们对这个中压 经过阻抗接地 它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没有 比如说这个阻抗值大小啊 还是允许这个接地故障的电流多大 那么我们来决定 接地故障的保护 或者是它这个Indication 这种设备 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当然一般工业的项目 都是相对比较大的项目 那这个Klein呢 可能有他们自己的技术标准 在这些技术标准里面 可能对这些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定 再有如果是一个通信系统 那有些客户呢 他们也会有一些特殊的 有关通信系统接地的一些要求 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那还一个就是 这种Isolated Grounding 这个Requirement 这个通常呢 是甲方的要求 或者使用设备的要求 或者是系统的要求 你比如说 像剧场的这些音响设备 它需要Isolated Grounding System 这个医院的MRI 它有可能需要 这个Isolated Grounding System 就是那类比较敏感的电子设备 它怕干扰 这样通常是需要 这个Isolated Grounding System 而这个Isolated Grounding 它在这个South端 是跟Building Grounding System 连在一起的 可是它到楼里边以后 它是bypass 这种normal的 Grounding Bounding System 它是自己走的 包括它的Panel 都是自己的 那么知道以上这些 Design Requirement以后呢 我们当然还需要 建筑专业给我们提供 他们的Site Plan 这样我们好 把这个Grounding的Site Plan 做出来 比如说在哪里 加接地集 在这个Electro Room附近 然后怎么连接 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条件 那如果是低压 直接接地系统呢 我们还要看一看 它进行的电压和容量 来决定接地故障的保护 是不是需要 那如果一个建筑物 它比较高 比较孤立 或者是出于山上 就是说这个项目 它的自然条件吧 我们要注意 它是不是需要一个防雷系统 这个呢 是根据CSA防雷标准 来决定的 那么我们在评估 防雷系统 是不是需要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以下信息 第一个就是这个Project 是处在平地啊 是处在小山上啊 还是在一个高山顶上啊 因为处于不同的位置 它遭雷击的这种概率 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 这个项目所在地区 它的雷击的次数和频率 比如说一年 我遭雷击200次 100次 这是一个指标 这也是一个概率事件 第三个呢 我这个建筑物或者我这个项目 它周围的情况如何 比如说 我周围都是20层楼高 那我在中间就是10层楼高 那我可能就不需要防雷 第四个呢 就是我这个建筑物 我这个Structure 它本身是干嘛的 比如说我是Single House啊 我还是一个医院啊 或者我是一学校啊 这个是我们要搜集的一个信息 再一个就是说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Construction 是木质的 还是金属的 因为这些 它防雷机这个性能都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我们也同样需要建筑的图纸 来画这个防雷的图纸 以上是这个接地系统和防雷系统 我们在设计之前 需要搜集的一些资料和信息 也就是说它的设计依据 第三个呢 我们谈一谈接地机和接地的这个导线的问题 其实这接地机有三种 一种就是说由厂家直接提供的这种接地机 那这种用的相对比较少 第二种就是在现场直接安装的这样的接地机 这个我们用的比较多一点 第三一种就是现场已经有的 比如说我们楼里边有这些钢筋 混凝土的这里边的这些钢筋呢 那有关接地机的安装标准和技术要求 在加拿大电气规范第十章102104 两个小节里边都有详细的阐述 应该是第十章108这一节 那有关这个Grounding Conductor的一些具体要求 我们可以参看这个第十章110到118 对不起这里边20都应该是10 接地系统它有三种不同的类型 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种就是直接接地 适用于低压系统 第二种呢就是经阻抗接地 那这个是中压工业系统 第三种是非接地系统 这个通常是高压系统 那么这个阻抗接地是一个什么目的呢 其实它主要是降低这个接地的短流电流 要不然的话不经阻抗 它这个短流电流会比较大 还有一个在工业领域呢 有一些电机 比如说它是那种critical的process 它一般的接地故障在室外是很常见的 它不希望一有接地故障呢 就停产 就shet down这个整个process 所以它采用这种高阻抗或者低阻抗接地以后 它的接地故障的电流比较小 不至于影响这个电机的运行 有的时候这个接地故障是暂时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一般出现接地故障 它会产生一个报警 运行维护人员呢 它会到现场去处理一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电机还可以运行 第五点就是bonding 这个bonding呢 分两种 一种是equipment bonding 一种是等电位的bonding 那有关equipment bonding 它的bonding conductor size 是按照CEC table 16来选择的 那对等电位这种bonding呢 我们可以参看这个CEC第十章708的一些要求 它一般六号线基本就可以了 那对直接接地的这种低压系统 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接地保护 什么时候不需要接地保护呢 那对加拿大来说 加拿大电气规范的第十四章102小节 做出了这一些规定 简而言之吧 对600伏系统 如果它的电流大于等于1000安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接地保护 那对120 208这个系统呢 如果它的电流大于等于2000安的时候 我们也同样需要接地保护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接地计算 也就是grounding study 那这个通常适用于中压接地系统 要做这个接地分析计算呢 第一步呢 要知道变电站也好 这个进线的配电石也好 它所在位置土壤的这种导电率 那这个通常呢 是要做一个test 这个test怎么做呢 有两种方法 在HUE80里边有详细的采述 那有了这个Soid Resistivity Test以后呢 通常他们会出一个报告 那这个报告呢 就会作为我们做grounding study的一个依据 一般这种grounding study 也是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像ETAP SKM都应该有这样的model 那有一些专业做这种grounding study的软件 但是很贵 这就取决于项目的预算 看用哪种软件来做了 那么做grounding study的目的是干嘛呢 其实做grounding study的目的就是 为这个接地设计提供依据 就是grounding study的结果呢 能够给我们提供 做grounding layout 来提供这么一个依据 那这个grounding study 是根据什么一个criterium来做 这个在加拿大呀 CC呢 有这么主要的两条来限制你这个接地的电阻 第一条就是说什么呢 你在这个变电站这个地方 你的接地的电阻 这个组织呢 必须小到一定程度 小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如果产生接地故障以后 那个最大的接地故障电流 乘以这个接地电阻 它最后呢 这个接地电压不能够大于5000伏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还有一个跨部电压和接触电压的要求 这个呢 在CEC Table52里边 有详细的要求 对每种不同的系统 每种不同的情况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grounding study 在加拿大 必须要满足这两个基本要求 最后得出一个电阻值 对吧 假如说这个接地电阻 总的这个变电站的接地电阻 是两个欧姆 就是不能大于两个欧姆 那好吧 为了达到这个两个欧姆 这个接地电阻的组织呢 根据这个土壤的条件 它决定打多少接地基 这个接地基怎么分布的 那这是grounding study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那降低接地电阻呢 它有几种方法 一种是打尽量多的接地基 还有呢 可以用这种接地的网 grounding mat 还有一种就是 降低这个土壤的电阻率 那比如说加一些盐水啊 什么的 因为这个土壤条件呢 对这个接地电阻 产生的影响非常之大 假如说你在一个山区 在石头上 非常难达到一个 比较低的接地电阻值 当然这个更详细的 大家可以去找一些 相关的文献去看一看 我这里只是简单的说一说 那下面我们来谈一下 低压直接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值 是怎么样了 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加拿大的电气规范 我查了 我至少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 它有一个明确的要求 说我这个低压直接接地电阻 对于一个项目 它必须小于多少欧姆 这个我们还没发现 但是美国的国家电气规范 好像有这么一条 就是说接地电阻不能大于25欧姆 但这个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啊 因为这个规范没几年 它就更新一次 我这是大概十来年前看到 至于说现在有没有一个变化 那不清楚了 那我们做设计要根据最新的规范来设计 那对于这种Isolated Grounded System 它这个接地电阻呢 就不一样了 有的要求 比如说 我要求小于0.5欧姆 有的要求小于1欧姆 那这个就是根据产品的要求 根据项目的要求 根据业主的要求来做 这个通讯系统的接地系统 Telecommunication Grounding System Design 这个我们要follow NC607A 这在前面的一些讲座中 我们也提到了 具体要求呢 大家可以参看那个讲座 那IEEE142 也就是Grain Book 实际上它谈到了 有关Isolated Grounding System Design的一些方法 大家也可以去参看那本书 在这里就不做详细的讨论了 下面我们说一说 这个防雷系统的设计 加拿大防雷系统的设计 它主要依据CSA B72 这个加拿大的防雷 它跟中国的防雷不一样 中国的防雷我记得20多年前我在中国的时候 它有明文的规定 比如说我这建筑物高于多少米 我必须设防雷系统 它不是 它是有那么一个方法 你考虑各种因素 就是我们刚才谈到防雷系统设计的一些依据里面的几种因素 然后这每一种因素呢 它有一个factor 有一个概率啊 有一个factor 有一个权重 然后你根据这个权重算出来 然后它有一个表 我这个是中度的危险 轻度的危险 严重的危险 大概有那么五个等级吧 然后你作为一个engineer 你算出来以后 比如说你达到轻度危险 或者是中度危险 你作为design engineer 你来决定是上防雷系统 还是不上防雷系统 当然了 那上与不上 你都要take所有的technical responsibility和liability 所以它不像在中国那个规范规定的那么明确 那么如果要上呢 这个防雷系统呢 当然它必须按照CSA B72来安装 这个详细的评估方法和安装方法 在这个CSA B72里边有详细的描述 如果各位朋友感兴趣 可以去那儿看一看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 不可能面面具到 把每个规范和细节都介绍到 那在美国呢 它的防雷保护系统设计 是依照NFPA780 因为我们这个讲座呢 主要是针对加拿大的情况来讲的 所以有关这个美国的防雷标准呢 我们只是提议一下 那就不做介绍了 感兴趣的可以找这么一本标准去看一看 那么有关接地和防雷系统设计 我们需要出哪些技术文件呢 那对于一个中压的项目 工业的项目 如果我们需要做Grounding Study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出一个Grounding Study Report 然后是Grounding Plan 这个Grounding Installation Detail 还有这个Grounding的Specification 这是对Grounding System Design来说 那对防雷系统呢 我们首先要出一个Lightning Risk Assessment Report 如果我们决定上防雷系统的话 我们还要出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 Plan 还有一些Installation Detail 此外可能我们也还需要准备这个Specification 那么如果防雷接零和接地系统设计完了 也施工完了 最后我们还是要做一个Testing 那么这个接地系统的测试呢 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到现场做Installation Check 就是看这个施工 是不是按照设计的要求 是不是按照加安大电气规范和CSA B72防雷标准 H2E 142和NC607这个标准来进行施工的 通常呢 对接地系统的测试呢 我们会需要在这个建筑物的四周啊 至少留两个 我们叫Testwell 用来量测这个接地电阻用的 量这个接地电阻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用一些比较特殊的设备的 特殊的仪表来量这个接地电阻 它是不是符合要求 当然了 像我们做这个Soway Resistivity这个Test的时候呢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测量仪表和测量方法 这个呢 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因为这些有专门的公司来做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江大电气规范里边 有关接地接零的一些接线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一个直流系统的接地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Single-Face Through-Wire接地 这个就是我们在住宅项目中常用的这样一种接地方式 然后这个是星形的中心点接地系统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接地方式 它可以适用于120-208V系统和347-600这个系统 那这两种这个三角接法的接地呢 不是很常用 那这个是一个住宅系统 就是单向Single-Wire一个接地的想图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个Meter-Base 这一点它就中心点接地了 这是一个接地 那这个是一个中心点的Neutral Bus 然后呢 从这个Bunding Bus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Service Box Distribution Panel 它是这个Bunding呢 是这么接过来 也就是说 它只在Meter Box这一个点上接地 其他地方都是没有接地的 但是这个Bunding呢 这个Conductor和这个Neutral Conductor 它往下走都是分开的 它是不接在一起的 那这个呢 是在这个Service Box 这个中心点它来接地 这个和前面一个差不多 只不过是接地 从这里挪到这里了 那么大家看到呢 它这个出来呢 是四根线 当然其中有一个 这个Bunding Conductor 然后这个是Neutral 然后这两个是Hot 那这个就是一个 星形的中心点接地 这是供电系统 就是电网的供电系统 那它在这个中心点接地 然后呢 到了一个这个Project以后呢 它的进线处呢 做重复接地 这是接地线 这是接地级 接地级 然后这个是Neutral Bus 然后从这个Distribution往后呢 我们看到它有Neutral Bus Neutral Conductor过来 然后它有一个单独的Bunding Conductor过来 那只在这个进线处 这个Neutral和Bunding 它是连到一起的 共同连到D 接地级这里 那再往下 这个Neutral Conductor和Bunding Conductor是分开的 那这个图呢 实际上是经过变压器 这里是这个BC Hydro或者是Local Utility 它们的进线 它们的进线 这个是三向过来 三向过来 它有一个星三角的变压器 那么星三角的变压器呢 这里有一个Bunding Bus 对吧 这个Bunding Bus和这个Bunding 它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在这个中心点 这里有一个接地 它这边有一个接地 那么这个呢 和上面不同的 就是说 它把这个接地啊 从这个电压器二次侧的 Y形的中心点 移到这个Switch 这个这边的Neutral Buscar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从这移到这来 这两个图 除了这个接地的位置不一样以外 其他基本都一样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 低压电网 直接接地系统的情形 一面呢 是Utility 一面呢 是这个Generator 它这两个都是分开的 中间有一个Transfer Switch 那这两个电源呢 它都有接地 假设说这个是Utility 这个是Generator 那么各自分别有 各自的接地系统 那像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这种ATS必须要四级的 那就连Neutral它都要Switch 所以假设说 我们用试点的时候 我们用试点的Neutral和试点的接地 然后下面这些复合 都会按照试点这个Neutral和接地来做 如果它切换到Generator这里以后呢 那下面的复合全都连到Generator的Neutral和Generator的接地系统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两个不同的电源系统呢 它们Share一个接地 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情况呢 作为这个ATS呢 它就选三级的了 它只是Switch这三个火线 因为它这个零线呢 也就是说Neutral和这个接地啊 它们都是共用的 这个呢 是另外一种接地方式 它这个整个的系统接地 虽然经过了一个变压器 可是 整个这个系统的接地呢 它都是通过 这个电源进线处 也就是说 Utility进线处呢 它这个Neutral Bus和这个Bunding Bus 同时连在接地系统里面 然后呢 它这个Neutral Bus呢 又到Bunding Bus 然后再到这边的Bunding Bus 然后这个Bunding Bus呢 又给这边的Neutral 又给这边的Bunding Bus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那这个图显示的就是 经过组抗的接地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假设说是这个电源的进线 然后通过一个星三角变压器 然后再到这个用电设备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变压器这个二次侧 星三角界把它的中性点 经过组抗来接地 然后这个Bunding Bus呢 它实际上是跟地连的 大家看到没 它没有经过这个 但是这个Neutral呢 它是通过一个组抗来接地 那这个是一个非接地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两个变压器都是三角形 对三角形 然后呢 是三个火线过来 它只是这个设备的外壳接地 大家可以看到这儿 这设备外壳接地 这设备外壳接地 然后它有一个Bunding达特 这都是Bunding Bus 它这个系统里边没有Neutral 这个有关加拿大电气规范的 接地的这些图啊 我们就看到这里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讲座里来 前面呢 我们一起看了一下 加拿大电气规范里边 有关接地接铃的一些图形 不同的运行方式 不同的接地接铃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比较复杂的 要想把它们弄清楚 那还是要花些气力 而且这里边有很多 有关这个接地接铃安装的 一些规范的要求 我们还没有设计 还没有讨论 这个我们以后呢 可能在高级讲座里边 会详细的讲一讲这些问题 今天有关接地接铃和防雷系统设计的讲座 就到这里 希望呢 我的讲座对大家实际工作能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我的讲课内容 希望您帮助订阅和传播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讲座再见 by bwd6 by bwd6